大家好,我是Rosa,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神奇低升糖健康面,这个面食了可以令到我们身材很漂亮,它可以预防肥胖,可以叶转肥胖,也都可以平衡我们的血压,血糖,和胆固醇。 这个神奇葫芦麦用什么方法煮都很好,我们所有的朋友煮,干拌也好,煮汤也好,煮辣也好,清汤也好,酸辣也好,冷面也好,全部的煮法都可以很好吃。 神奇面是零糖分零脂肪,而且是低升糖,所以它有饱腹感,可以燃烧脂肪,可以瘦身,稳定血糖,血压,稳定情绪,防止胰岛素波动。 低升糖这个概念就要多谢多伦多大学的营养教授Dr.David Jenkins,他1981年的时候提出这个概念,就是说人要瘦身要健康,是要吃低升糖的面的。 Dr. Jenkins就指出我们的食物,我们的食物分为三种最主要的份量,一种是低升糖,0-55个升糖为之低升糖,56-70为之中升糖,71-100是高升糖。 我们尽量尽量吃一些比较低升糖的食物,就身体会更健康。 而这个低升糖面就是升糖只有38,所以它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每天都可以吃的食物。 这里就是包含了我们每天的食物里面的大部分的食物,比如我们的菊类,菜类,生果,奶类,蛋类, 各样东西,各位留意看看哪一样东西的升糖是比较低的,你可以放心食用。 而升糖高的食物,你都可以食用的,但是要控制一下份量,不能够太多吃下去。 为什么要用低升糖饮食呢?因为我们要健康,是不是? 我们都想自己健康,想自己身材好,也都想全家人都健康。 因为低升糖的食物可以防止心血管病,可以预防糖尿病,可以预防高血糖或者低血糖, 也都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腹感。我们不会过食,我们的体重就可以维持到很理想。 至少培养了这个习惯,家里的孩子培养了这个习惯之后,他以后的身体健康就会很理想。 大家来看看这个图表,高升糖饮食就是红色这条线。 红色这条线一吃东西之后,升糖飙得很高,血糖飙得很高,然后跌下来,又飙高又跌下来,好像过山车一样。 这个情况会影响我们的血管,影响我们的内脏。 所以如果我转为低升糖饮食,就是红色这条线。 你看是不是很平稳? 升少许,然后跌少许,升少许,跌少许。 一日间,我们的升糖指数,我们的血糖保持得很平稳,而我们的血压也保持得很平稳。 而倒数也不会乱,这是非常理想的饮食习惯。 低升糖饮食,包括低升糖面,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肥胖和糖尿病。 肥胖已经是世界性的疫情,因为肥胖影响到我们全家人,包括小朋友、成年人和老年人,无论男女都被肥胖影响得很严重。 因为肥胖引起很多疾病。 你看看肥胖可以引起什么疾病,包括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胆固醇、高金油三脂、二型糖尿病、冠状动物心脏疾病、中风、胆囊疾病、关节炎、睡眠窒息症、呼吸困难、癌症、生活质量降低、精神疾病,包括忧屈症、超累症。 身体各处都会发生疼痛,以及身体的机能也会很困难,也会引起不仁不育,以及性功能障碍。 肥胖很恐怖,但是有一个好消息,我们肥胖其实可以预防,也可以逆转。 甚至我们现在已经过重了,你也可以很轻松地逆转这个状况,变得很fit,身材很好,体重很理想。 那么简单就是用一个低升糖饮食,包括这个低升糖健康面就可以达到了。 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,吃了一盒面之后,体重会跌了几个kg,身材会变得好很多,直接收了。 再来讲一讲糖尿病,糖尿病的病患每年都上升。 大家看到这里,就是糖尿病协会的估计。 去到2045年,你看看,数目是非常之惊人的。 就算在马来西亚,马来西亚在2025年,估计糖尿病患者会达到700万人。 我就是说每五个人有一个糖尿病。 所以我们是必须要防止糖尿病的发生的。 因为糖尿病影响到我们全新的器官,全新的功能。 包括你有皮肤感染,动物癌化,肾脏损坏,骨质疏松, 糖尿病性,视网膜病变,中风心脏衰缺,脂肪肝,性功能障碍。 这些都是糖尿病引起的疾病。 所以今天我就介绍给大家一个低升糖健康面。 这个面是根据美国心脏协会,美国糖尿病协会, 加拿大糖尿病协会的指引去研发和制造的。 它也是拿了一个好味金奖。 这个神奇低升糖面是用一个专利的技术去製造的。 它里面有一个好味金奖的。 这个面已经证实了全家人都适合吃, 而且觉得非常好吃, 如何煮都好吃。 是拿了一个美国的好味金奖。 而它也证实了升糖指数只是38只。 这个神奇低升糖面是用一个专利的技术去製造的。 它里面的原料是全天然, 潔淨, 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原料。 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地食用。 它的原料主要是很特别的, 包括葫芦吧。 葫芦可以降胆固醇、降糖, 可以抑制脂肪的吸收, 促进我们身体全身的瘦身和健康。 它也有面粉和鸡蛋。 有蛋白质, 提供我们身体的能量和有很多微量元素。 也有小扁豆, 小扁豆出了名的。 消炎解毒, 抗氧化抗癌。 可以平衡我们的免疫, 降低胆固醇, 预防动物癌化。 也有大麦, 可以健脾消食。 清热止渴, 利尿通便。 所以不会有水种。 也有羊角豆, 羊角豆已经出名了。 就是降脂, 降胆固醇, 降糖。 抑制脂肪的吸收, 可以减肥。 吃这个神奇低升糖面有十大好处。 第一, 预防糖尿病, 稳定血糖, 逆转肥胖, 降低胰岛素水平, 减低碳水化合物的涉入, 可以保持健康怀孕, 提高心理表现, 人更加专注, 更加想到东西。 可以降低乙癌和卵巢癌的风险, 可以出动眼睛的健康。 这个低升糖面也拿了很多世界专利, 包括有美国, 欧洲, 澳洲, 日本, 台湾, 新加坡, 印度, 菲律宾, 马来西亚, 泰国的专利, 也拿了一个好美金奖。 同时, 他也和世界各地的知名大学研究单位做了很多实验, 证实这个面对人非常有用, 对人的健康非常有效。 这里就是很多不同的人体试验, 证实他对人的血糖, 对人的健康, 糖尿病, 健康瘦身, 都有很大的帮助。 如何煮? 很简单, 这是我们日常在家里都可以煮的健康面。 一个鸡蛋, 蕃茄面, 很简单, 用料是什么? 两只蕃茄, 两只鸡蛋, 一棵葱, 两棵葱, 蒜四分之一帆, 低升糖面少少, 黑胡椒, 食用油和生抽, 就可以煮出一个这么漂亮的面了。 再看看这个凉拌面, 你可以很简单的煮了面, 然后用一些酱料, 比如这个是老干妈的酱料, 或者你家里有什么酱料, 芝麻酱, 豆酱, 辣椒酱, 什么都可以, 你拿来煮了面之后, 将酱一拌下去, 加一点青瓜丝, 红楼白丝, 就可以煮出一个这么漂亮的面了。 6-5-10-5-6-3-4-5-8-0-1-5-0-0-1-2-0-1-2-0-1-0.0-1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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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-2-0-0-1-0-1-0,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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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定要试一下,也一定要介绍给你身边的朋友 希望每一个家庭都重获健康 也都重新得到一个很健美的身材了 我是Rosa,多谢各位,我们下一次见啦